那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有准备一个小游戏 然后这个小游戏是NBA的冷知识回答 我这边就是我自己有准备10道 就是NBA相关的冷知识 然后想请各位老师去抢答一下 然后答对次数最少的老师 最后呢要接受到我们的一个小惩罚 我们这边就是抢答吧 因为有一些题其实还挺简单的 各位老师可以 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就举手示意我 我看到谁先举手我就cue谁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道题开始 第一道题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布克的女友詹娜 现在为止共谈过几任NBA男友 两招 三任 分别是谁呢 有点分西蒙斯加布克自己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不对不对 还有一个谁 不对不对不对 我记错了 我记错了 有点分西蒙斯加布克自己 应该这三个 对对对是三任 然后第二道题是 今年季后赛勇士队内的篮板王是谁 目前为止 三场比赛 静玉老师 梅金斯 是的 是嘴格 然后第三道题 NBA历史上有哪位球员 顺背六反还可以在场上比赛 我记不得了 哎呀真是 是有那个就是 不是的 静玉老师 当时胡人球员叫 萨克雷 那对那当然我这名我没想起来 好好那那这题我们就不算分了 是2013到14赛季 对确实是 因为胡人那一年伤命比较多嘛 所以最后就场上只有四个人比赛 所以身背六次犯规的 萨克雷是又被叫回来了 那第六道题是 NBA历史上总决赛被横扫最多的球队是哪至 被横扫就是4比0被横扫 可以猜一个吗 静玉老师 胡人 您能分别说出来是哪几年吗 那肯定杰里韦斯特那几年 他就拿压绝轮 他具体年份我肯定记不了那么净 但他全是被横扫的吗 应该二斤贝勒那几年吧 他那么多下去 八亚还是九亚来着 是胡人是1959年赋予了卡尔特人0比4 然后1983年是赋予了数字队 然后1989年是赋予了火灾 都是被横扫了三次 接下来一个问题可能会比较简单 目前为止同时获得NBA和CBA总冠军的 中国人是谁 那两招一分 下一道题是NBA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球队是哪几支 可以提示一下目前是有三支 那就胡人勇士凯尔特人 不对 七排 不对 胡人勇士和费城 费城就被比较久 有一支球队它其实是被叫做费城武士 但是费城武士这支球队是勇士队的前世 对勇士队其实也是从算得上是从创始至今 各位老师再给大家五秒钟可以去猜一下 凯尔特人和费城勇士这两支球队都是的 然后最后一支球队大家可以猜一下 老鹰老师 老鹰 不对 最后一支球队是纽约尼克斯 老师 对 是这三支球队从创始至今到现在还存在 下一道题是NBA历史上获得DPOY最多的球员是谁 华德摩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本华莱士 不对不对 霍华德不对 华德不对 对是两位 刚才有谁说了华莱士 对华莱士是一个 还有一个 大家也是非常熟知 可能现在已经退役了 然后 胡同博 对 是穆大叔和那个本华莱士是获得DPOY次数最多的球员 金鱼老师遥遥领先 下一道题是NBA历史上唯一一个就是职业生涯从开始到结束 每一年都进NBA全明星的 从他的职业生涯第一年到职业生涯结束 金鱼老师 加班 不对 是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人 乔丹 赵姆斯 也不对 你们想的方向不太对 就我离我们很近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球员 邓肯吗 不会吧 邓肯好像有几年没进 不对 邓肯有几年没进 邓肯明啊 邓肯明啊 东基提 邓肯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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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邓明 东基提他第一年也进了吗 进了吧 我查到的 我查到目前是邓明了 因为邓明他从第一个赛季去了NBA就 当时还没有去限制 还没有限制到就是国外的去投票啊 什么的 所以邓明从始至今都是进了那个全明星 然后刚才是杨昭老师 现在杨昭老师和静语老师投票啊 然后 然后是登陆NBA的亚洲第一人 王志志 不对 巴特尔是不是 巴特尔第一人 是王志志 巴特尔在邀明后面 没有巴特尔比王 巴特尔跟王志志 我忘了谁比较早 比王志志早一点 王志志早一点 对王志志是历史第一人 然后下面一个问题会比较简单一点 NBA logo上画的人物原型是谁 葛老师可以举手回答 这还用说啊 这不是 这这个我先举的手 我先举的手 我先举的手 换一个 杰瑞韦斯特呀 这个大家确实都知道 这道题要解释 这个就是要看抢答了 对对对 最后一道题会比较冷门一点 就是跟杜兰特有关 杜兰特和比斯利 他们两个最早一次接手 是在杜兰特的集团 因为他们两个确实是好兄弟 就从小一起长大的这种类型 他们两个 第一次交手吧 对在第一次交手 小时候唱门六岁 蒙影 对 十五岁吧 算高一 应该不应该更早一点 应该更早一点 应该更早一点 对我可以给大家零到十五之间 六到十五之间 十一 那十二岁 谁说的十一 我 蒙对一个 新语 对对对 我们是 比斯利 对比斯利和杜兰特是在十一岁 他们两个在一个 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联赛上 两个人就此认识之后呢 就是两个人从小到现在 关系也是非常好 包括比斯利 后来来了CBA之后 杜兰特也是非常关心比斯利的一个 打法包括他的职业生涯 那我们今天接受惩罚的是 马野哥 我两分 我一个本环来适合一个NBA的logo 新语 你要找找他的麻烦 对对对对 是新语 然后新语 我们今天的这个惩罚是 你有微博对吧 然后 就是你是要把微博上的头像 换成我们里面一个人的表情包 对 换 你换静语老师吧 静语老师吧 静语老师表情包多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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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时候可能会 起错一下 其实我们 最开始是想的说 就是能够让静语老师 接受这个惩罚 因为我们最后一个 就是小惩罚 其实是想说 就想让静语老师 如果说蓝网0比4 就是输给开始客人 想让你模拟 就是解说一段那个 就是他们输掉的时候 我现在觉得0比4不够自家 我现在觉得是应该是 应该是蓝网4比3逆转 然后多安特绝杀 然后冰冰老师结婚 能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静语老师你假想一个画面 就是 第七场打平 然后卡中午突进去 上篮没进 然后蓝网拿了篮板 多安特突到前场 然后就跟当年绝杀詹姆斯那样 在立会儿只中了一个三分 然后绝杀了 你结婚这个场景 你当时会是什么感受 可以吗 静语老师 所以我跟各位解释 我不擅长就是那种 这个假想性的演绎 我只能这个看着具体发生 这我不擅长表演 就讲成不了 好嘞好嘞 没问题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配合 谢谢 所以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大家可以上午铺 关注NBA季后赛的系列活动 参与季后赛的奖项评选 大比分预测 还有可能获得百时TV NBA会员卡等精美好力 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谢谢 各位老师赶快去休息吧 拜拜 确实